中共当局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的行动 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 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各界人士开始探究 这场不寻常抓捕行动背后透出的讯息 尽管受到各方谴责 中共当局针对维权律师的抓捕行动并没有停止 据维权网最新数据统计 710大抓捕事件波及中国19个省和直辖市 当局的做法也引发了各界强烈谴责 加拿大温哥华 澳大利亚雪梨 以及美国洛杉矶旧金山等地的华人 纷纷到中共驻当地使领馆门前抗议 7月13日上午 台湾人权促进会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等十多个民间组织 发出共同声明 声援大陆维权律师并举行记者会 不议政府谴责中共当局的抓捕和打压行动 这次大抓捕的话 背后应该有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的话是被抓捕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正在筹备一个维权的一个网络 包括跟港台在一起 第二个的话也是中共担心 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 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控告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浪潮 因此维权律师跟法轮功学员合在一起 要求中国的两刀 对于江泽民进行起诉审判 还有逮捕的这个浪潮 中共在内斗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想制造一个寒蝉效应 7月12号 香港支联会发起游行抗议活动 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律师和维权人士 同时兼任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的 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指出 这场抓捕行动是中国法律界的空前浩劫 也是对法治最严重的蹂躏和摧残 中共这次的举动 显示整个政权处于很大的危机当中 因为里面有很多人说 里面的权力斗争非常厉害 有些地方的公安部是想制造事端 是将责任嫁获给别人 这些我又不知道 不过我只能够看他做这些事的理据和后果 是全部是破坏宪法 破坏法治 毫无一个合理的理据可以 过去江派斗永康一直控制公言法司 而且他底下很多油干匠依然还在 有那么一部分人 利用他们现在还手里掌握的权力 做垂死挣扎 漂亮 但是他要搞出事来 把这些律师给他控制抓捕 然后罗知罪名 妄图把这个事情搞大 然后煽动起来 就是说一般百姓对洗礼王的仇恨 所以说这个应该看到是江派的阴谋 此外国际社会也对710大抓捕事件予以高度关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 7月12号发表声明 指中共当局有组织扣留一些和平捍卫他人权益的人士 尤其是那些合法的挑战政府政策的人 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 自身众议员史密斯也发表声明说 中国政府逮捕的这些维权律师是最勇敢的一群 他们应受称赞而非打压 新唐记者张天宇 葛雷采访报道